新竹市南門禮集會所是日治時代的茶房改建 建築風格古色古香 但由於建物狹小空間 活動空間不服使用等問題 在里長和明代的爭取 終於在24號進行南門禮集會所增建工程動圖儀式 魏賓請池禪 請動第一禪 開工順利 今天我們很高興來到我們南門禮集會所 為我們這個南門禮集會所做一個爭建的一個工程 那我們所在這個位置大家都知道 這個是南門禮民眾活動非常重要的一個集會所 過去長時間在我們南門禮省里長的帶領之下 帶著我們社區很多的巡守隊的隊員 志工在使用這個空間 不過這個空間明顯不足 實在是太小了 所以這一次在排除了很多的困難之後呢 新務市政府要來做一個爭建的工程 那雖然爭建的面積並不大 不過呢我們透過了跟禮民之間充分的一個溝通跟協調 我們希望在有限的空間裡面創造一個最好的環境 那我們也相信未來這一個禮集會所的爭建工程 完成之後能夠提供給我們不論是長者或者是孩子 一個更好的使用環境喔 南門禮集會所面積約有16.3坪 前身為日據時期的查房 不僅是巡守隊的據點 也作為投開票集會活動使用 這次增建面積為13.47坪 未來將提供禮民寬敞舒適安全的活動集會空間 過去就是要辦一個活動之後 差不多裡面可以容納二十幾個人 再多就沒有辦法 現在再增加10坪 10坪喔 大概10坪有啦 大概可以容納到40位 風格不變 照原來的 照原來這個風格 這樣的 這好像是將近清代末期的時候的建築物 後來被日據時代給日本人佔據使用 市長林志堅表示南門禮周邊有許多美食餐廳和商店 透過這次的增建工程 不僅禮民們有更多的休閒空間 也能提供給其他年輕人的活動使用 也期許集會所整修完成後 能夠為新竹市再添美學新亮點 凱波新竹萬事聯 實習記者胡莫柔採訪報導 伯家 呻 瓶